人类摄像师本来要拍摄虎精捕猎的画面 往往理想到自己成了被投入的对象 刚捕猎成功的虎精看到水下的两角兽后 将吃了几口的食物送到对方面前 看见两角兽不为所动 食物沉入了水底 这头友好的虎精再次叼起小鱼 送到摄像师面前 不断地摇画摆动身体 这个动作好像在说 这是黑乎乎的两角兽游泳针 估计抓不到鱼 所以营养不连 醋巴巴的 太可怜了 真的临时给他吧 虎精头为人类食物的案例还有很多 甚至还发生过虎精赶跑大白沙 保护人类免受伤害的暖心故事 作为能掠杀大白沙的海洋霸主 虎精为什么会对人类如此友好呢 第一 虎精头部拥有发达大老皮层 他们的智商很高 有复杂的思想和社会性群体行为 甚至不同族群 还有不同发言和捕猎技巧 彼此间还能交流信息和互相学习 虎精会观察人类的活动 比如在某海域 如果发生过人类救助虎精的事件 看虎们就会奔走相告 藏地信息 这里的虎精就会很温顺 对脸角兽们非常友好亲近 第二 虎精的食物主要是鱼类海豹等 一张大嘴拥有四五十颗尖锐的牙齿 能够轻松撕开庞大的猎物 当他们看到小巧玲珑的脸角兽的时候 可能感叹 这些小可爱骨肉如柴 没有鸡蛋肉 算了不吃他们了